大家好,这里是IT Commander 上期节目呢,我们介绍了一下如何在这个SOS里面安装这个HACS的应用商店 装好之后呢,可能有些小朋友会发现 我们在添加集成的时候会有一些问题出现 比如说我现在想装这个DCE的插件,然后我们点一下,点一下安装 这个界面呢,它也不会提示完成,也不会提示失败,然后就消失了,消失不见了 然后我们回到配置呢,再看这里面的日志 就会发现有一些错误,是关于这个,连接这个GitHub的错误 那么我这期节目呢,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如何让这个HACS 在网络条件不好的情况下愉快的工作 我们可以愉快的使用这个HACS来安装各种插件 那我们首先呢,还是进入到这个Supervisor 我们点击这个Eight-on-store 我们要找到一个叫Potner的一个插件 这个插件是用来管理Docker的 一般的情况下呢,我们是看不到这个Potner的插件的 我们需要回到我们的用户,我们点击这个IT Commander 这个用户名这个位置 然后我们在右边找到有一个叫高级模式 我们把高级模式打开 然后我们再回到这个Supervisor Eight-on-store里面,我们就会发现 会多出一些内容 会多出一些内容,比如说这个SSH工具啊等等 也就是说它是面向一些高级用户的应用 所以呢,我们可以从下方就找到一个叫Potner的一个Eight-on 这个Eight-on-store是用来管理Docker的 我们现在点一下安装 如果你使用我的镜像呢,已经提前导入了这个Docker圆的话 这个Docker的安装也会很顺利 不会像用国外的圆一样那么那么费劲 好,我现在把这个过程快进过去 Potner安装完毕之后 我们把所有的开关都打开 打开之后 我们点击Start 让这个容器运行 好,容器已经运行了 那我们看左边多出了一个Potner的选项 我们点击这个Potner 我们点击这个Potner 如果什么都没有的话呢 我们要回到这个Supervisor 刚才我忘了有一个开关不能打开 我们点击这个Potner 有一个保护模式 这个Protection模式呢 我们要关掉它Potner才正常 我们关掉Protection模式之后呢 我们重启一下这个容器 点一下ReStar 好,这个容器重启完毕了 然后我们点击这个Potner 好,大家看这就是我们的Potner 我们可以用来管理我们的这个Docker容器 但是我们看 我们点进这个Potner之后呢 我们看不到任何的容器在这个列表里 那是为什么呢 那是因为他们把这个容器都隐藏了 我们点击左侧的Setting 然后我们把光标移到最后 我们点击Home Assistant Remove 然后Supervisor Remove 把这两个Remove之后呢 其他的无所谓 你要是如果想管理的话 都把它都Remove掉也是可以的 那这里我就把它都先删掉 这个位置呢 是它要隐藏一些容器 我们不需要隐藏 所以我们再点击Contener的时候呢 就能看到了Home Assistant的Contener 然后我们看到这个位置有一个Supervisor的容器 我们点击右边这个位置 执行Console 然后我们点击连接 连接之后呢 它会有一个命令行的界面出来 我们输入CAT ETC Hosts 回车 这个位置呢 就是我为Github加速做了一些优化 我们把这些东西呢 复制到剪切板 复制到这个位置就可以了 复制之后 我们回到这个Contener WithoutContener 我们找到Home Assistant Home Assistant这个容器 然后我们点击 还是点击这个Console 然后再点击连接 同样呢 它会出现一个命令提示行 我们输入VI-ETC Hosts 然后我们回车 大家看这里边就是刚才 一样的一个文件 然后我们VI命令 我想大家都会用啊 如果不会用的小伙伴呢 你VI进来之后是不能编辑的 你要按一下键盘的I 按一下键盘的I之后呢 就是可以 就可以进行编辑了 我们把光标移到最后 换一行 我刚才的内容呢 全部都粘贴进来 那我们怎么保存呢 VI命令是按一下ESC键 这个时候按一下ESC 然后我们按一下冒号 然后注意 左下角会出现一个冒号 然后WQ 回车 这个命令呢 是保存这个文件 那么我们就编辑完了 这个host文件 我们用cat命令看一下 我们的编辑是否生效了 没问题 我们编辑的内容都已经出来了 这个时候我们回到HACS里 再进入到integration 我们还是用那个DCE的插件 举例 我们输入DCE 然后点击 右下角的安装 然后我们再点安装 大家看 HACS就顺利的把这个插件装好了 为什么它是红色的呢 因为刚装的插件 是需要重启Home Assistant的 然后我们回到设置里边 配置里边 然后找到服务控制 服务控制里有一个重新启动 重新启动 点击确定 这个时候我们的Home Assistant呢 就会重启 当它重启完之后 我们再回到HACS里边的红色 就应该消失了 这个插件呢 也就可以正常的使用了 我们可以随意的配置它了 在这里跟大家提醒一下 如果你修改完这个Portener之后呢 你在这个位置重启 是不影响HACS的 HACS是一直可以用的 当然你从 如果你从Supervisor里边 把这个我们的HACS重启了 或者是你让整个机器断电重启了 你都需要重新执行一下 刚才的命令 来重新加载一下host文件 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HACS的网络通畅 我们回到HACS看一下 点击Integrations 我们看DCA1的插件已经变成了正常的颜色 这个插件成功的安装了 那么其他的插件呢 也可以这样安装 对于中国大陆的用户是非常有帮助的 我希望这期视频可以帮助到大家 谢谢大家收看我的视频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一定记得订阅点赞转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